高雄市觀光局主祕高美蘭 是一月十三準備前往日本行銷高雄市鎮的身影 提出聲明說請辭已經過了七天 結果 我不清楚要請那個高雄局來回答 我現在因為這整個請辭是有一定的公文的程序 那現在他這個部分 必須要高美蘭這邊自己來用 你來做什麼 然後送上來 剛剛結束被質詢 觀光局的代理局長馬上被追問 高美蘭到底遞辭成了沒有 因為是議員質疑這根本是騙局 他這個請辭是在有與沒有之間 這個從頭到尾都是個騙子的行為 只要一天就可以完成的辭職手續 高美蘭發出聲明的當天十一月二十二日 扣除六日也過了四個工作天 議員質疑過後新聞局趕緊發出澄清說 辭成跌了只是沒有本人的清籤蓋章 不是要躲避總質詢假請辭 但是遲遲沒有完成手續 被質疑是為了年終獎金 因為根據一百零七年度的公務人員 年終獎金發起事項 只要在十二月一日還在職 就有機會按照比例拿到年終獎金 事態比較緊急 大家如果說有意見 我們趕快就傳真 用傳真的方式來辦理 他閃避之外他也很厲害 他留下了一個攤子給你說 高美蘭爭議不斷從炒房 申報不時到請假規避質詢 還有規劃的音樂活動內容 交代不清楚 讓市議員頻頻找代理局長來開炮 此程上的簽名備受關注之後 花了一個下午透過傳真就解決了 那麼過去幾天的等待是在考量什麼 是外界質疑的年終獎金嗎 格外耐人尋味 三零新聞黃志中 朱宇榮高雄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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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